星期一阅读分享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是普通话大师 我是中三成班的冯翠玲 我是中三树班的陈佳慧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何时间赛跑 节选自台湾 林青玄 读小学的时候 我的外祖母去世了 外祖母生前最疼爱我 我无法排除自己的忧伤 每天在学校的操场上 一圈又一圈地跑着 跑得泪倒在地上 扑在草坪上痛哭 那哀痛的日子 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很久 爸爸妈妈也不知道 如何安慰我 他们知道与其骗我说 外祖母睡着了 还不如对我说实话 外祖母永远不会回来了 什么是永远不会回来呢 我问着 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 你的昨天过去 它就永远变成昨天 你不能再回到昨天 爸爸以前也和你一样小 现在也不能回到你这么小的童年了 有一天你会长大 你会像外祖母一样了 有一天你度过了你的时间 就永远不会回来了 爸爸说 爸爸等于给我一个谜语 这谜语比课本上的日历挂在墙壁 一天思去一夜使我心里着急 和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还让我感到可怕 也比作文本上的光阴事件 日月如梭 更让我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时间过得那么飞快 使我的小心眼里不只是着急 还有悲伤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 看到太阳快落山了 就下决心说 我要比太阳更快的回家 我狂奔回去 站在庭院前喘气的时候 看到太阳还露半边脸 我高兴的跳跃起来 那一天我跑赢了太阳 以后我就时常做那样的游戏 有时和太阳赛跑 有时和西北风比快 有时一个暑假才能做完的作业 我十天就做完了 那时我三年级 常常把各个五年级的作业拿来做 每一次比赛胜过时间 我就快乐得不知道怎么形容 如果将来我有什么要交给我的孩子 我会告诉他 假如你一直和时间比赛 你就可以成功 文章最打动我的那段话是 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 你的昨天过去 它就永远变成昨天 你不能再回到昨天 的确时间一点一滴的从我们之间溜走 我们看似无法挽留时间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时间 好好把握一分一秒 使生命的每一刻也变得有意义 天主教五大核心价值之一是生命 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原材料 所以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生命 为了不让我们的时间与生命白白的度过 我们可以避免做毫无意义的事情 多做对个人 甚至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使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充实 一天有24小时 小时候总觉得这24小时好长 长大后却因为生活忙碌 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坏 有时候会不如自主的埋怨时间不够用 为责任太多而摇头叹气 其实生命是天主赋予我们的无价之宝 肩上的责任就是他信赖我们的名证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天父才会把重要的使命指派给我们 我们应该用从上而来的天父回馈世界 让其他的生命感受到天父的美好和伟大 以喜悦的心回应天父的差遣 就是珍惜生命的最好方法 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 《差遣我》 希望我们从今天起也可以活好每一刻 令生命绽放光彩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 带希望如人情绽放光彩 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 将温暖 将温暖带入世界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 我看到你忧伤 五更伤人的心在角落 在灵魂中 再见我 再见我 我愿付出我所有 再见我 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抽满我 抽满我 有你爱来 抽满我 再一次 紧握他们的手 今天我们的分享完毕 谢谢大家